國民女神林依晨在2014年底結婚了 不過目前夫妻兩個在台灣拍戲 一個在美國工作 聚少離多 但是感情還是很好 林依晨還透露想要去北極度蜜月 要親一下嗎 32歲生日當天 林依晨在訂婚宴大方曬恩愛 婚後第一個情人節 林依晨也難得寫著 完蛋了 還沒祝我老公情人節快樂 她以後不會讓我這樣玩了 簡簡單單一張照片 加上幾句俏皮話 很低調 卻透露夫妻倆的感情超甜蜜 入門洗的嗎 是什麼 入門洗 懷孕 不可能 我... 上面在吊鋼絲 原來新家娘林依晨 婚後就立刻投入電影拍攝 不管是吊鋼絲 冬天拍下水戲 或者打鬥劇情 她樣樣自己來 還不小心見血受傷 一張張工作照 也替她撇開懷孕傳聞 吊鋼絲 你去旅行嗎 除了電影拍攝 林依晨也首度 和林俊傑合拍微電影 不只如此還跨到幫忙 好友周杰倫和楊澄霖拍攝新歌MV 其實我們是覺得幸福 愛不到時候認輸 別中了情歌的度 寂寞不知壞處 婚後林依晨曝光度依舊很高 但是工作滿檔 她和老公只能分隔兩地 所以我們都兩三天才見影機 有到兩三天 二三十天 所以還沒有度蜜月 有計劃嗎 那有計劃 北極 北極 真的假的 不是北極嗎 是北極 我忙的時候剛好跟她撤開 所以她前水夜 七八月三天 所以就真的度了 還沒辦法到北極度蜜月 倒是農曆圈節 林依晨和老公勸著難得假期 帶著彼此的爸媽一起到日本旅遊 她素顏和陸琴合照 也分別和爸媽以及公婆拍照留念 一系列照片 唯獨只有這麼一張 出現疑似老公林余超的影子 雖然沒露臉 但是兩人手勾手的模樣 也看得出來 夫妻倆就算因為工作很少見面 但是感情還是像訂婚那天一樣 甜蜜蜜